各位學弟學妹們大家好 我是資品武裝學院的院長何兆煌 首先在這邊歡迎大家進入 府人大學資品武裝學系這個大家庭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資品武裝學系51週年 資品武裝學院第5週年 那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的 這樣的一個軌跡當中 我們今年走到一個很特別的 這樣一個時間點 大家都知道 我們面對疫情的一個緣故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面的來 跟大家打招呼 甚至有很多課也會變成網路 可是說真的 在最艱難的時刻 都還是會有很多新的機會 那面對疫情之下 我們也提供了非常多的 就是網路課程 還有一些安心就學方案 可以讓沒有辦法回來的 這些同學們安心的上學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歡迎大家在疫情之後呢 可以慢慢的回到校園的時候 體驗一下我們的一些嶄新的環境跟設備 那在這幾年當中呢 我們學院跟學系非常努力的在美化我們的環境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嶄新的實驗室 有很新的設備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新的空間必要創意基地 然後在這些空間跟設備的拓展 都是為了要讓同學有更好的學習的一個機會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唯一的一個學系 包含了指品設計服裝設計到行銷 那同學在這個學系裡面的學習呢 我們都有機會可以互相觀摩跟學習到不同組的一個知識 跟它的一個內涵 那除了這個以外 指品裝學系也是唯一一個在九月份會登上 會登上倫敦時裝週的一個科系 那這件事情我們已經做了五年 那目標就是為了要讓我們的學生能被看見 更重要的是在登上國際舞台的這樣一個歷程當中 為大家撞上一把翅膀 在今年有一個很特別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全國推動國際雙語教育的這樣一個計畫當中 指品武裝學院所提的計畫是唯一一個 以這個領域為主的這樣一個計畫 那所以在未來的人才培育當中 我們希望可以更加的專注在專業化 國際化人文素養以及社會關懷的這個面向 讓我們同學未來可以有成為這個社會的中間 那也可以展翅高飛又宏圖大展 那歡迎大家也謝謝大家加入這個大家庭